第四百四十七集 既然你是受人要挟 那么要挟你的人是谁 枪云芝满口谎话 楼玄影已经懒得去和她争执 若能从她那里问出幕后主使者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要挟我的人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是蒙着脸的贺义人 她把我嘴里灌了毒药 之后我毒发 躺在床上痛不欲生 她逼我听令于她 只要我听话 她就会给我解药 包括每场发生的事 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请你们相信我 果然 枪云芝怎么会让她们如愿 说了这么多 就只是在撇清自己的关系 她的恶劣行径不止如此 向枪子渠哭诉完 又转向一直安静坐在一边的莫阳成 哭着跪伏在她的身边 杨成 对不起 真的不是我想这么做的 你要相信我 我是被逼的 我不求你原谅我 但我真的没有骗你 之前那些天 你陪在我身边 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我是喜欢你的 可是 我做了这么多 连我自己都唾弃的事 我已经不配让你再喜欢我了 够了 你骗了她这么久还不够 还想继续骗下去 楼显影看不过眼 更听不下去她的话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像她这么无耻的 甚至比装心柔还近 至少人家还光明正大 承认自己对莫锦浩有企图 不是说你中毒吗 莫锦浩 月楚不是还在红冰宫吗 找她给枪云直把个脉 我倒要看看 她是真中毒 还是假中毒 嗯 白泽很快就把月楚带了过来 月楚替她把板脉 看着楼显影 有些沉重地朝她点头 显影 她确实中毒了 楼显影有些发猛 愣神许久 终于反应过来 她的眉头深深促起 她现在倒要开始 佩服那个主谋者 布了个大局 找了那么多强大的棋子 甚至连退路都设想好了 很好 她越来越期待棋局揭晓时 与那人的最后交锋 前提是她得有命 活到那个时候 墨阳城抿嘴坐在那儿 一句话都没说 江云直咬着嘴唇 依旧哭着 下一刻 墨阳城伸手将江云直扶了起来 不忍地替她逝去眼泪 三皇兄 三皇嫂 我相信她 楼显影的下巴 差点掉地上去 她险些站不住 表情也显得极其难堪 六皇子 将来定有你后悔的时候 墨阳城苦涩一笑 以最大的包容心 容纳了枪云直 三皇嫂 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更何况 云直也是受迫于人 不管你做什么事 身边都有三皇兄 无条件地支持相信你 我也想做云直身边这样的人 她脑袋一定被门给加坏了 强云直有什么好 值得她这样无条件相信的 楼显影恨恨地瞪着墨阳城 心里付费着 可瞪着瞪着 她又只能无奈地叹气 最终选择了偏开脸 算了 既然他们俩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她这个局外人 还能说什么呢 岳楚 你能帮云直解毒吗 岳楚拧眉 本意想拒绝 可看墨阳城期盼的眼神 她也无奈地叹气 我试试 楼显影服额 终于不忍再看下去了 墨景浩 让立皇子把人带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那个傻愣子 立皇子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要相信他 就看好他 若还有下一次 就算你再不忍心 我也不会放过他 要不是墨阳城 是墨景浩的好兄弟 今天他说什么 都不会放过枪云直的 不过 他就不信枪云直会收手 最好别让他再逮着小辫子 否则 心仇旧恨 他会一并跟他算清楚 墨阳城 歉意地看了墨景浩和楼玄影一眼 最终 还是义无反顾地 带着枪云直离开了 枪子曲走在最后 朝他们俩一拱手 多谢二位的大人大料 哼 我小气既愁着 要不是看在六皇子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善罢甘休 他冷哼一声 根本不知枪子曲这一套 枪子曲朝他笑了笑 转身离开 直到他们都离开了 楼玄影才觉得自在多了 最受不了虚情假意的人了 他双手撑着下巴 坐在圆桌前 越想越气不过 我以为你不会善罢甘休 没想到你退让得这么快 墨景浩捏了捏他气鼓鼓的脸 不知道要如何安抚他 他知道他的本意并不想放人 是顾念了他和墨阳城的关系 才选择了退让 月初 他的毒会难解吗 不难 果然 看来是早有准备 可弄出这些来糊弄我们 真当我们这么容易就上当 哼 虽然把人给放了 但他还是气不过 枪云指说的那些 明明一听就是谎话 为什么六皇子还要相信他 别气了 气坏自己反倒不值 这是他的选择 其实墨景浩 更清楚枪云指所说的一切 都是谎话 昨天晚上 他以为他昏睡过去 其实在黑暗中他说的话 他全都听到了 墨景浩 其实我喜欢你五年了 我想嫁的人 是你 他相信 他那时说的话是心里话 那他根本没有喜欢阳城 刚才竟能眼睁睁地说出那样的瞎话来 五年 他可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给了他这种念想 前五年他都在战场上杀敌 跟他有什么瓜葛 楼环颜颖苦恼地趴在桌上 啊 确实喜欢的是自己 呀的 他一般不主动惹事 惹的事也是别人先挑起的 这大半年来 他遇上了太多跟他不对盘的人 几乎每个人都被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了回去 唯独两个女人 庄心柔和枪云指 最让他痛恨 却无法下手 对庄心柔下手要顾忌墨景浩 如今对枪云指下手还要顾虑墨阳城 他心里不痛快 好了 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这事 该用晚膳了 走 我带你去吃饭 月初也一起来 嗯 有道理 不去想就不气 吃饭吃饭 吃了一天饶饭了 好不容易出来了 我要好好犒劳我自己的胃 楼玄影确实饿了 饭桌上 他大口扒着饭 而一旁的墨景浩和月初 提起十字皇子的伤 两人对望一眼 似乎都想起了之前的疑惑 玄影 你给预言服了冰破珠 那冰破珠 从何而来